要中国反思,以色列装什么大尾巴狼呢?不要给脸不要脸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严实军,欢迎收看严实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要中国反思,以色列装上大尾巴狼了 别给脸不要脸 以色列外交部发言人对中国发出谴责 说中国发表的声明可以被解读为支持哈马斯的阿克萨洪水行动 还要中国反思,简直可笑 难怪以色列的朋友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中立国家开始反对以色列 这下可找到原因了 从头讲讲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 前不久,我国外交部法律顾问,条法斯司长马新民代表中国 在国际法院陈述我国对巴勒斯坦备战领土问题的态度 中国代表说了38条意见 其中比较重点的表述有两个 第一,巴勒斯坦人民为行使自决权 使用武力反抗外国压迫 实现独立建国是其不可剥夺的权力 有充分的国际法依据 第二个,外国占领下的人民基于自决权 并依据国际法开展武装斗争 不能被界定为恐怖主义行为 这个态度跟我国一贯的主张其实是完全吻合的 只不过这次的表态更加正式,也更加具体 所以我们这个表态很快就赢得了巴勒斯坦人民的赞赏 哈马斯官方甚至还专门发表了一份声明 称赞中国在国际法院听证会上表达的立场 以及为巴勒斯坦人民解放世界做出的帮助 而这样一份感谢声明,在以色列眼里却成了中国的原罪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那一幕 以色列外交部发言人海亚特谴责中国表达的立场 说这可以被解读为支持哈马斯10月7日发动的血腥恐怖袭击 海亚特还喊话中国,要求中国扪心自问 为什么哈马斯恐怖组织这么快就称赞 中国在国际法院的法律顾问的话呢 以色列这副阴阳怪弃的腔调 显然就是在暗示中国和哈马斯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所以中国才会有那样的立场 哈马斯才会立马发表声明称赞中国 要中国反思,以色列装什么大尾巴狼呢 在巴以冲突爆发之初 中国始终强调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是我们共同的朋友 一切问题最好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 但是巴以冲突爆发一百多天以来 以色列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下限 让全世界充分认识到什么叫恶魔 在战场上 以色列国防军对手无寸体的加沙平民肆意屠杀 造成数万平民的死亡 其中很多还都是妇女和儿童 在国际社会上 以色列更是化身疯狗 到处咬人 就连联合国都被以色列打上了哈马斯的标签 以色列的所作所为 让很多一开始的中立方认识到 唯有支持巴勒斯坦的民族解放事业 落实两国方案 才是解决跨越两个世纪的巴以问题 如今 巴勒斯坦政府已经宣告辞职 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事业一片大好 以色列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这个时候的胡乱攀咬 也只是无能狂怒罢了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文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